有些人會鼓勵人們喝牛奶,在牛奶裡吸收鈣質 有些人說牛奶不是一種好食物 到底牛奶是否真的不好 牛奶當然是沒有牛奶才會有,而且沒有牛奶分娩了 有小牛的時候才會有牛奶 在懷孕期間,乳房已經開始做乳汁 但乳汁不會分泌出來 因為胎盤會分泌一種黃體酮 黃體酮阻止乳腺分泌乳汁 但分泌後,胎盤離開了身體 黃體酮少了很多,乳腺分泌乳汁 在懷孕期間,牧場的人覺得 為何不把乳汁泵出來 否則不要浪費了它 在懷孕期間,用機器泌乳汁 但當時泌的乳汁含有黃體酮 黃體酮飲了之後,可以令到乳癌的風險 當一個母牛分泌了,開始有乳汁 要做多些乳汁 如何方法呢? 在暴雨類動物裡面 不是,在反催淚動物裡 方法是用生長賀爾蒙 叫做Growth hormone 和母牛打一針Growth hormone 但這個生長賀爾蒙去到肝 肝細胞會將它變成一種 叫做淚怡肚素生長因子 叫做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叫做IGF IGF跟著乳汁出來 喝了之後,也會刺激乳汁會增生 有乳癌的風險 還有第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那些公司的同事 例如分辨後上班 他們會帶一些機器回公司 在休息室把乳汁泵出來 帶回家給小寶寶飲 泵出來後便會放在公司的冰箱上 那時候你會看到那些人的乳汁會分為兩層 就是一個重的沉底 上面有些水 但你去買超市的牛奶 無論你放多久 牛奶都不會分為兩層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寫著牛奶叫做Homogenized 即是說是打爛了 將那些牛奶的粒子 那些脂肪的粒子打碎了 打到跟水的比重完全一樣 所以它就不會從水分開 如果是正常情況 牛奶的脂肪的粒子這麼大 小寶寶便不容易吸收 但當你打碎了之後便容易吸收了 所以喝牛奶那些小寶寶 是容易會有肚腩的 會有中央肥胖的 就是因為那些牛奶 根本已經不是天然的了 因為是人工打碎了 這個也是牛奶的不好的地方 在哪些公司裡